現在在廣州很多茶樓都有這些油炸粿去做點心 也有很多人去點 這條油炸粿是很糟糕的 紅米腸配了一碟花生醬一碟豉油 另一塊看看 上面的黑色是甚麼 各位網友大家好,這裡是海豬講腸 聽聞銀燈食虎搬回海豬廣場 銀燈食虎原先在廣州賓館開 後來轉到文化公園旁邊 現在很低調地回海豬廣場 不過不是廣州賓館,是在麗豐大廈開 今天我過來打打卡,探探店 在星環國際旁邊這條路 就走過去麗豐廣場 星環國際就是海豬廣場的新地標 就是海豬廣場 很時尚 如果去到頂層的話 就可以一南珠江兩岸的景色 很多遊客都在拍照打卡 來到星環國際的這道門 就看到解放橋 正環國際T2門 這裏是玄江西路 轉過去解放南路這邊 斜對面就是麗豐國際廣場 應該就在對面 我現在走馬路過去對面 在這裡過馬路 斜對面,麗豐國際中心 應該是這間 過了馬路來這邊 麗豐國際中心 這樣有個牌子指著銀燈食虎 不在這點走過去 麗豐國際中心 麗豐國際中心的大堂 進去吧 有一個旋轉門 這裡是大堂 進去指示牌看看幾樓 這裡有指示牌 商場電梯上三樓 找上場 你的鋼琴是甚麼 我喜歡 你喜歡嗎 奉一百送賴二十元的優惠券 這裡進去通過商場 在商場電梯上三樓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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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吧推吧商場那邊是 有名字上樓嗎 這裡上去吧 要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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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進去 你有沒有穿衣服 冷氣很厲害 這個大廳很漂亮 窗對面是萬寧廣場 這個是新開的銀燈石斧 裝修是全新的 有些是我們稱之為中式的新古典裝修風格 它是雲搭了一些西式的裝修風格在裡面 這個是這邊的大廳 走過這邊有兩個大廳 這邊也有一個大廳 大廳很大 廣州好 前市長珠江的那首詩 新店和舊店都有 這個有些金紙 雲搭在綠色的牆上 很顯硬 銀燈食斧的點心紙 茶位房間14元 大廳10元 點心由14到43元 星期六、星期日或是節假日會貴一元 我們點一下 限時兩個半小時 不要捱住位置 在這裡脫水 兩個半小時點也夠吃 夠時間 點心 銀燈食斧的點心 那些出品向來都是不錯的 我現在上一次去文化公園 試過一次 它有些特價點心 但是在早上45分之前 埋單才行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特價點心 下午也是14點到16點30分 埋單 現在會有些特價點心 這個就是爽甜脆蘿蔔皮一份 15元一份 這東西是我媽媽點的 我就不會點這些食物 看看等下好不好吃 紅米腸配了一碟花生醬一條豉油 另一塊來看看 它上面那些黑色的是什麼 蘿蔔皮 辣不辣 辣辣的 辣辣的 很脆 蠻好吃的 醋味很重 少少辣 醃得很夠味 少少辣是沒所謂的 15元 但是你肯定沒所謂的 因為你肯定沒所謂的 就是要給人家吃的 哈哈哈哈 好吃過咸酸蘿蔔 是不同的 不認識大家咸酸蘿蔔 它這股味很特別 它是醋的 很陳醋 很大股酸味 有少少辣 嗯 是要給人家賺的 是要給人家賺的 哈哈 是不同的 是中和蘿蔔 中和白杜蘿蔔 是中和白杜蘿蔔 是中和吃飯 我們先嘗嘗紅米腸 很大塊 紅米腸一共有六塊 我看看是 蘿蔔的白杜蘿蔔 先嘗嘗 我先嘗嘗 可以了 好香脆 好香 現在就覺得紅米腸裡面的料理 有些餡料好吃 它好像是有些菇的 有些肉碎的 有些肉碎的 有些蝦 有些豬油 有些冬菇 對 有些冬菇 是好香才有蝦味 先多點花生醬 嗯 這個很好吃 難不夠嘗嘗豉油 哇 我喜歡花生醬多一點 我喜歡吃花生醬多一點 有蝦和沒有蝦 有蝦粒在裡面 裡面 這麼脆的東西 不知如何放進去 這個紅米腸好吃 這個肚豬瘦肉粥 把蔥巴放進去 肚豬瘦肉 宜刀瘦肉粥 什麼叫宜刀 真的不知道 這是瘦肉粥 我這個粥要等油炸龜過來 一齊才認識 不是 這肉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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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量細 份量細 份量細嗎 牛柏葉 牛柏葉 胡乳汁 山椒蒸牛柏葉 這個 30元 你覺得這麼貴嗎 很貴 很貴一點嗎 其實份量細一點 牛柏葉很貴 份量細一點 牛柏葉 不過一塊都很貴大 味道好 你可能會覺得硬一點 你試一下一塊 我不知道你硬不硬 我不知道你硬不硬 我不知道你硬是怎樣 但味道好 這是什麼硬底來的 你的牙問題 我吃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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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加得到年紀大 你只能吃麻糬白 什麼都吃不到 什麼都吃 對 什麼都吃 嗯 嗯 你剪開來吃 味道是多好 我鹽去 如果再濃 味道更好 我試一下粥 這粥很綿 這粥豬肉是土豬 有豬肉味 有豬肉味 有人講 有人講 不過呢 他說土豬二刀 我就不知什麼叫二刀 有豬肉 不是 我在台山吃那些頂老竹 這粥豬肉 很棒 它有少許半肥瘦 有少許甘 它這粥豬肉的話 都好吃 不過呢 味夠那些真的好吃 我不知道 那些開屏人 就叫做頂老 我不知道什麼叫頂老 總之吃得很好吃 這粥豬肉都好吃 不過不夠 不夠開屏 頂老都好吃 買多點回去嗎 你這麼喜歡吃這個蘿蔔嗎 對 我覺得很好吃 但是很貴 15元 對 那你找不到 有多少買的 對 對 這些沒得買 對 外面沒得吃 你喜歡 你多買一條 這粥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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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 現在在廣州 很多茶樓都有這些油炸鬼 去做點心 亦有很多人去點 這粥豬肉 這粥豬肉 很粗 有多粥呢 我沒吃過 其實 如果你叫我去喝茶 我點個油炸鬼 一般來說 我是不會點的 但是 今天忍不住 試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人點 手臂那麼粥 對比一下 手臂那麼粥 一條油炸鬼 手臂那麼粥 現在看不到 我手臂那麼粥 手臂那麼粥 試一下吧 15元一條油炸鬼 你說貴不貴 我真的不會說 炸鬼好美 炸鬼有多美 炸鬼有多美 有多少一條炸鬼 大塊 裡面的空心 內脆內暖 內脆內暖 那 或者是 試一下吧 很久沒吃過 很久沒吃過這麼美的炸鬼 對 很久沒吃過這麼美的炸鬼 很多酒樓都有 不是這樣做 不是 很多酒樓都有大炸鬼 可以這麼說 現在是廣州喝茶街 網紅點心 很多酒樓都有 手臂那麼粥 很久沒吃過 那些炸鬼 那些炸鬼 不好吃 那些炸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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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炸鬼好吃嗎 很好吃 不過炸太貴 那你沒辦法 15元一條 是他才能做出 陳情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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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點來吃 你沒有點來吃 你沒有點來吃嗎 沒有點來吃 我上次去大三明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人點來吃 然後去很多酒樓 都說 都說 有點來吃 陳情依然 樣子都很漂亮 給我感覺 感覺是 比較漂亮 給我感覺 給我感覺 是吧 為什麼我怎麼來吃 都會這樣 很久沒吃過 我現在倒了 我又不吃得多 他怎麼做到這麼大條 那些炸鬼 我當然有師傅 什麼都 很難看 很難看 網紅 廣州的網紅點心 大鬼 喝完茶到來 海豬廣場 銀燈食虎的話 整體的出品都是不錯的 原先在海豬廣場的廣州賓館營業 後來合同換了之後 就搬走了 前一段時間 就去到文化公園那邊 去經營 現在就回到海豬廣場附近 那條路其實是解放南路 海豬廣場旁邊 在這條路上重新經營 重新裝修過 除了牛扒葉的份量 有點小之外 其他那些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瑕疵可以挑剔 近來廣州的天氣 正式是時情時雨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的農年關係 今年的廣東 和中國也是 雨水是特別多的 這一期的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